嗨大家我是Louis 那經營頻道到現在大概兩年半的時間 做了150幾支的影片 累積了非常多的影片經驗 那我也針對自媒體這一塊做了很多的研究 什麼封面標題、關鍵字、演算法、上片時間、更新頻率、標籤等等的 這些都很重要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這都是輔助 最重要的呢 還是要把影片本身給做好 雖然我不保證你可以成為百萬Youtuber 但是我可以保證的是會幫你提升你的影片品質 畢竟影音平台影像就是一個重點 那身為一個攝影頻道 對於把影片給拍好這件事情我還是很有把握的 今天影片用的機器呢是Sony ZV-E10 II 一台可換鏡頭的入門APS-C相機 機身加上KIT鏡呢是台幣32,980塊 是我會推薦新手製媒體創作者呢 可以入手的第一台相機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今天內容很多 我們馬上開始 今天的第一個重點是燈光 有點反邏輯我知道 因為大家對於要拍出高質感影片 先想到的可能是相機啊 鏡頭啊 那當然這些固然重要 但其實ZV-E10 II這種等級的相機呢 就絕對夠用 只要搭配一些燈光還有布景 那我就直接用這個機尾來做示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的出來 現在這個位置的話呢 其實是用了非常多盞燈打出來的 畫面才會這麼好看 接下來我就把所有的燈都給關掉 然後一盞一盞打開來示範一下 現在是我把家裡客廳的燈給打開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有亮一點 但是沒有什麼質感 可能我多講兩句話 你就想要把影片給劃掉了 那沒有關係 我們接下來就把這個 我覺得最重要的盞燈 主燈給打開 現在這樣子是不是這個質感就跑出來了 那我用的是一盞200瓦的持續燈 這是加上柔光照 還有風潮網的效果 方向的話呢 是在我的左前方45度角 然後由上往下大概是45度角這樣子打下來 然後臉上的輪廓會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位置的話呢 我就是讓它盡量越靠近我越好 主燈打完其實也就足夠了 那如果你想要更好的話呢 第二盞燈我會放在我的這個左後方 那個地方一樣是不穿近的情況之下 然後做出一個勾邊的效果 在鏡頭外面呢 用比較硬的光呢 往我身上的背面這樣子打一盞燈 這盞燈的光源也不用太強 就是有做出這種勾邊的效果就OK 然後這個地方呢 還會剛剛好會打亮 我覺得就蠻好看的 然後也可以在背景呢 加上一些點綴的光源 像是我在冰箱上面就放了一盞這個小小的補光燈 然後在廚房的後面呢 我也藏了一支燈棒 我座位的下面這邊呢 也有一支燈棒 如果還要再更搞剛一點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螢幕前面的這個地方呢 也可以再加一點燈 然後可能就是灑在上面 或是把它點亮 我覺得會更好看一點 假如說你的預算沒有那麼多 或是沒有那麼多盞燈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利用一些家裡面的小台燈 或是像你可能後面啊 有些小燈就可以把它打開 反正就是善用光源 那有這樣子主燈打下來 再加上背景的一些燈來點綴 我覺得就形成了一個好看又有質感的畫面 那基本上就可以讓觀眾對你 還有你的頻道有一個很好的第一印象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另外一個鏡位 就是在這個小小的房間裡面 空間有限 景深也有限 那一樣就是先打主燈 然後就是把你的臉給打亮 然後因為後面沒有什麼空間 所以沒辦法打這個backlight 那我打了一盞頂光從上往下打 背景的話呢 我也放了一支燈棒在地板上往上打 這樣子整體我覺得更明亮 更有精神一點 最後就是在旁邊的這個櫃子上面呢 放一盞這種小補光燈來做點綴 主畫面有些質感之後呢 還有一些關於影像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再聊 因為我想要先講講腳本 它非常之重要 腳本就是整支片的結構 那基本上可以決定一支影片的成敗 30秒內你要成功吸引觀眾的注意力 或是好奇心 要給他一個留下來的理由 給他一個為什麼不看其他頻道 其他創作者跟其他平台 或是去做更有趣的別的事情 卻要在這邊花10、20分鐘 把你的影片給看完的這個理由 像這支影片的開頭呢 我告訴你我做了150幾支影片 累積了很多做影片的經驗 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要跟你分享怎麼拍出有質感的影片 那你可能看到畫面也確實覺得不錯 短短30秒我證明了 我有資格來跟很想要成為創作者的你 分享要怎麼提升影片質感的這個技巧 留住了前30秒 那接下來你就要實現你的承諾 把這個內容呈現給觀眾 除了最基本的內容要精實 畫面要好看要有質感以外呢 呈現的手法有很多 那我自己最注重的就是兩點 節奏跟容易理解 節奏來說呢 我自己的語速跟節奏應該算是相對快的 但是我覺得節奏的快跟慢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最怕的就是你的節奏一成不變 那當你的觀眾習慣了你的節奏之後呢 他就很容易覺得無聊然後就滑掉 我的做法是在中間加入一些笑點 那當然這可能也是因為我的幽默感 那你說幽默感怎麼來的 那這個就跟張宇森去森林裡面 然後抱著一個樹回來是一樣的 怎麼來的呢 宇森俱來的 如果你沒有這麼幽默或這麼好笑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加入一些音樂的變化 除了節奏之外呢 就是讓大家好理解 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加入一些字卡 不是那種綜藝的字卡 好笑的字卡 是那種分段落 然後可能加上一些資訊的這種字卡 有點像是你在跟觀眾說 你現在看到這本書的第二章 第一段 第二節 如果是Vlog啊 出去旅行的話呢 可能就是這個字卡加上一些什麼 第幾天 星期幾 幾點 什麼位置 等等之類的 好 那你的內容超讚 你成功的讓觀眾呢 放棄看這個黑白大廚 而是把你的影片給看完 好不容易把觀眾留到最後 那我建議這個結尾的話呢 要強而有力 那最好是發人聲醒 我就直接舉一個 我入圍這個走鐘獎的影片 這個旅派的意義 那支影片的結尾的話呢 我是這樣子做的 很多人給我的feedback 都是說 怎麼就有這幾個畫面 那邊也未免太美了吧 沒有多拍到一些東西 非常可惜 意猶未盡 當然 對我來說 在現場拍攝到那個畫面的當下 也是覺得說 哇塞 中了 超級興奮 但心裡就會有一個聲音告訴我 好 有拍到就好了 接下來就把相機放下來 好好的感受它 這輩子 或許就會來這麼一次而已 相機記住它了 那你呢 短短的一句話呢 我就成功的引起觀眾的 這個強烈的共鳴 還有給我很熱烈的反饋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成功的結尾 接下來就是本片的重點了 來分享到底要怎麼拍 才可以提升這個影片的質感 然後把畫面給拍好 出乎意料的呢 我自己覺得最好看 跟最實用的一種運鏡呢 就是定鏡 夠圖夠好 然後穩穩的拿著相機 這樣子不動的畫面呢 可以讓觀眾看清楚畫面裡的一切 比起加一些有的沒有的運鏡呢 畫面很豐富的時候 定鏡就是最好的運鏡手法 不管是用腳架或是手持都沒有問題 如果拍攝的是一些比較單調的畫面呢 就可以加入這個所謂的運鏡 像是小環繞 以一個東西為中心呢 微微的環繞它 高角度、低角度、平角度都可以 那搭配慢動作呢 這樣拍起來畫面就很有質感 還有像是這樣子往前走啊 畫面稍稍有的往上仰 這個就比較需要搭配機身的這個積極方手震 那慢慢的往前走 然後鏡頭慢慢的往上帶 一個大原則就是你在運鏡的時候呢 就是慢慢的運 然後一個方向一個運鏡就把它運到底 你不要這樣子運運 然後突然鏡頭會往上 突然往下 突然往左 突然往右 這樣就不好看 也可以開防手震 或是搭配60幀來做拍攝 那後期放慢40%的畫面呢 很穩 很唯美 剛剛說到的定鏡呢 其實就把它想像成在拍一張會動的照片 只要掌握這三個構圖呢 基本上你的畫面就一定會好看 中央構圖 把畫面的重點放在正中間 乾淨舒服的構圖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可能可以碰上這種左右對稱的畫面 延伸線構圖 找到畫面裡面有眾生感的部分 然後利用延伸線來引導觀眾的視線 這樣子畫面就會一隱約約有一種高級感 最後是三分法構圖 那利用九宮格呢 把人物放在這四條線上面 我很喜歡這樣子的構圖 因為這樣子可以讓出空間感 然後給觀眾一個想像的空間 但更重要的是 我覺得我可以在上面上一些很有質感的字卡 接下來是膠段 那我自己覺得膠段呢 有一點點的深奧 但是基本上就是分成廣角 標準跟長焦 VLOG的時候呢 這個自拍為了不要顯臉大 大概就是用等效在16毫米左右 如果是拍攝一些日常的畫面 可以用大概等效24到70左右的焦段就很夠 如果是喜歡壓縮感 或是需要拍攝一些微距的畫面的話呢 可以用這個70到200的焦段 那我推薦ZV-E10 II的話呢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可以換鏡頭 像我最推薦大家先買的就是KID鏡 等效大概就是24到80毫米左右 非常非常非常的實用 從廣到中到一點長焦 一顆鏡頭基本上就可以 涵蓋80%以上的使用場景 然後重點是還不貴 如果有自拍需求的話呢 就推薦這個10 20G 那等效是16到30毫米 從這樣子VLOG拿著自拍 到往前拍攝一些BRAW 甚至到現在這個畫面呢 都是用這個鏡頭所拍攝的 如果大家不喜歡調色 或是不擅長做調色的話呢 就是建議你可以直接用它這個 內建的創意風格外觀 或是影視部落格的模式 就可以直出 然後拍攝到很好看的顏色 如果你像我一樣 想要在後期有更多的調整空間 或是有更高的動態範圍 那建議可以拍攝這個S-Log3 它有更廣的動態範圍 就是在大光碧的情況之下 亮暗的細節會保留的更好 拍完灰灰了是正常的 那只要套上這個原廠的S-Log3還原檔 亮部稍微往上拉 然後暗部壓一點 飽和度再加一點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看的畫面 影片除了畫面之外呢 收音的品質呢 遠比大家想像中的更重要 像是如果我現在用的是 大概距離我兩部左右的機身 所收出來的這個聲音的話呢 大家應該會覺得這個影片的品質 瞬間降了大概69分 那麼87分 那如果現在拉回來到這個麥克風身上的話呢 你又瞬間覺得這個影片的品質又被提升起來了 那這個就是收音的重要性 那大家在購買麥克風的時候呢 在網路上搜尋 大概會搜尋到三種麥克風 第一種是機頂麥克風 或是機頭麥搶麥 就是要架在這個機身上方的麥克風 用機頂麥克風就可以很方便 但是很大幅度的提升這個收音的品質 那不管是收我的人聲 或是我往前拍這些畫面的時候呢 可以收一些環境音 基本上這個就是Vlogger最常見的一種收音的方式 第二種是無線麥克風 那顧名思義 它就是無線的麥克風 把接收段拆在機身上面 然後把發射段放在身上 它就可以無線的來做收音 比起機頂麥克風呢 你就可以離這個相機遠一點點 但是還是可以很清楚的聽到你在說什麼 或是說你今天去一個很高級的餐廳 講話要相對小聲一點啊 或是要這樣子遠離鏡頭講話 然後這樣子觀眾還是可以聽到你在講什麼 然後就可以很清楚的做收音 第三種的話呢 就是剛剛說到的這個偏錄音型的麥克風 就是像我現在這樣子對著鏡頭講話的AERO 就很適合 那相比我剛剛說的這個小蜜蜂 他們都可以距離我的嘴巴很近 但是小蜜蜂它相對比較小一點 那它的話呢 體積大 所以它的收音單元就會更多更大 然後它的音質相對就會更好 但如果你今天是要出門拍攝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麥克風呢 相對就比較不方便 那我覺得不如用這個小蜜蜂可以這樣子夾著 那我自己覺得 就是麥克風沒有一個絕對的好跟壞啦 就是看大家的需求去做選擇 身為自媒體創作者 把影片做好之後呢 還是有一些工作要做 包括上字幕啊 想標題啊等等的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呢 就是封面 不誇張的說 我每支影片的封面呢 大概都要花個一兩個小時製作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背後呢 都是經過了無數次的嘗試 才最後選出了這張照片 那我總結一下我做封面的經驗 當然首先就是要選出一張好看的照片 那所以拍照的功能也是蠻重要的 那ZV-10 II的話呢 我就很喜歡它這次的創意風格外觀 拍完照片 連色都不用調 直觸就很好看 畫面也很銳 然後質感也很好 當然不只是需要封面照片啊 可能IG圖文啊 或是平時自媒體分享的一些照片 也都很方便 那回到封面啦 這個照片除了要好看之外呢 也要盡量的很乾淨 然後重點明確 因為Youtube的封面有太多了 大家只有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去划過你的封面 所以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呢 抓住眼球 就要選一張最乾淨最顯眼 然後最好是偏亮色的照片 然後字也要簡單明確 把關鍵字呈現給觀眾 大家看到這邊的話呢 可能也會想要去嘗試一下自媒體 但也許會覺得說長片很費工 花時間寫腳本 然後拍攝又要剪輯有點卻步 那我會推薦你呢 從短影片開始 原因就是因為它片長相對短 所以拍攝跟剪輯呢都會相對比較快 加上它又是現在的趨勢 但更重要的是呢 得失心我覺得不會太重 如果你花了一整個禮拜 做出了一支12分鐘的長片 然後只獲得了大概100-200觀看 一支影片還好 那如果你連續十支影片都是這樣子 我覺得你很快遲早就會因為 這個挫折感太重而放棄 但如果是短影片 我覺得一個禮拜 同樣的行李呢 大概可以產出個兩到三支影片 甚至是更多 那相對來說這個挫折感呢 可能就會少很多 而且它是現在的趨勢 所以這個流量這個數字應該會好看一點點 那如果你是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應該就會更願意產出更多的內容 那產出更多的內容 你就更有機會被看見 其實剛剛分享到現在所有的技巧呢 包括畫面怎麼拍 光怎麼打 鏡頭怎麼用 膠段怎麼選 收音怎麼收 這些都適用 因為這些都比較像是這個影像的基礎 那當然有一些不同之處 短影片最重要的重點呢 就是節奏 因為它只有60秒鐘 那如果換算過來的話呢 10分鐘的長片的前30秒最重要 那就是前5%的時長 60秒的就是前3秒 事實也是這樣子 你要在前3秒中呢 抓住觀眾的眼球 給他們一個留下來的理由 哇哦 單壓雙壓張五壓 60秒的時間跟你分享 為什麼做自媒體可以賺錢 從來不知道 這台相機直出的照片也可以這麼美 如果你也想嘗試拍影片的話呢 60秒的時間推薦這台相機給你 每個人的方式都不同 就是簡單舉例一下 另一個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構圖 橫幅是左右構圖 那直幅是上下的構圖 也因為是上下的畫幅呢 所以構圖就是中央構圖 對稱構圖為主 但是可以加入這個三整份分割的畫面 也算是這個9比16的特色之一 比起構圖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知道觀眾的視線在哪邊 大概會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要盡量讓人臉固定在這邊 拍攝的東西呢 把重點也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要把遮擋的位置考慮進去 像是這個Instagram的話呢 上下跟右邊都會有點遮擋 所以稍微拍廣一點點會比較適合 短影片呢 很多人都是在搭捷運的時候啊 等電梯的時候 或是排隊的時候看 那這個都有一個共通的特點 就是不方便播出聲音 所以畫面的吸睛程度跟快節奏就很重要 但是有一點千萬不能忽略的 就是字幕 如果不能播出聲音 但是還是要讓大家知道影片在幹嘛的話呢 字幕就無比的重要 大家未來在滑短影片的時候呢 可以自己注意一下 你自己有多長時間是沒有開聲音的情況之下滑的 然後有多仰賴這個字幕跟字卡的存在 一定比你想像中的重要很多 影片的最後呢 想要來跟大家打一些預防針啦 我自己覺得做自媒體 或是一些在螢幕前面拋頭露面的KOL網紅們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這麼光鮮亮麗 因為會被大家看見呢 都代表有做出一些成績 但是我覺得沒有被看見的人呢 可能更多 但也是因為這些被看見的人呢 有熬過那些還沒有被看見的時候 但是要努力產出內容的那種時期呢 熬到現在才有機會真正的被大家所看見 我的建議呢 是可以把自媒體當作這個 記錄生活跟分享生活的工具 得失心先不要放得太重 這樣子做起來也開心 那沒做起來呢 也不會貶低自己 因為其實如果做這件事情很簡單 那大家都是KOL 大家都是網紅 大家都是明星了 但是我還是想要跟大家說一句 這個聽起來很雞湯 但是其實不雞湯的話 先開始才會有然後 如果你一直在等自己準備好的那一天的話呢 我覺得大機率這一天是不會來的 反正先開始 然後再來思考然後 因為做一件事情就是慢慢的進步 而不是一步登天 那我想應該不只是做自媒體 應該做所有的事情都是這樣子的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所有的內容 那希望這個兩年半的自媒體的經驗 有幫助到大家 那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討論 或是加入我們這個有三千人左右 快三千人的這個LINE群組 大家都會很熱心 很有耐心的回答你的問題 那我是Louis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Peace 這個自媒體做到現在兩年半了 真的是無數的感謝 就感謝所有支持我的人 就是一開始做的時候 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可以成長到現在這個程度 那雖然我一直覺得 這個我付出的努力跟好像八萬訂閱 兩年半換到八萬訂閱 也許比不上那種別的YouTuber 可能做一些大眾旅遊娛樂 什麼有的沒有的那種 更多觀眾的那種頻道來的成長得快 可能人家十支影片就十萬訂閱 但是我自己覺得 在小眾市場做出這樣子的成績 然後也算是在攝影界裡面的流量算是不錯的 我真的覺得就是很感恩 然後也是很感謝自己這麼努力 然後感謝大家都支持我 喜歡我 然後對給我各種鼓勵 然後也很感謝有入圍這個走鐘獎 因為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就知道自己有沒有得獎 但是其實我完全不抱持著任何得獎的想法 因為有更多優秀的創作者 然後我覺得有入圍就是肯定了嘛 那希望未來還可以多多入圍 然後有更多人看見我們 然後希望可以為這個攝影界 有沒有 台灣的攝影界 做點事情發光發熱 然後希望我們就是可以 有玩攝影的人呢 越來越好 然後大家可以越來越喜歡我 對 然後越來越少酸民 好不好 好 下次影片見 感謝大家 拜拜 拜拜